在2024年北京车展中,比亚迪高阶品牌仰望,一口气带来了仰望于8月野玩家版,纯电超跑仰望于9,还有最新的旗舰新能源房车仰望于7,其中仰望于7最特别的地方,就是搭带了最新的云年级新技术,简单来说就是以4个高度整合的悬浮马达,取代传统的一压避震器,最快调整反应速度只要10毫秒,也就是说人一眨眼的时间,它就可以调整将近50次,调整速度是传统主动悬吊的几十倍,就算碰到颠簸路面,车上水杯中的水 也竟然没有太大晃动,这比起去年仰望让整辆车弹跳更让人震惊,有一种宛如车身漂浮在空气中的感觉,等于用科技的力量,完整呈现漫画头文字低中藤原拓海的驾驶技术,当然以一四方,云面,刀片电池,超级车身,智慧坐舱,智慧辅助驾驶6大核心技术,打造出的仰望车系,仰望于7也搭在一四方技术,整车马力达到1300匹,0-100公里加速只需要2.9秒,比亚迪仰望也展示这辆车使用雪地胎, 冲顶亚布利冰雪大跳台,这样的影片跟路虎征服冰岛大坝逆流而上有一曲同工之妙,而旗舰新能源房车仰望于7在时速120公里的测试标准下,风阻系数只有0.195,比世界上许多超跑都还要厉害,至于外观部分则是见人见智,仰望于7当然沿用招牌的时空之门家族式设计语言,拥有相当优雅的车身线条,这样的设计跟欧美车系习惯的旗舰房车理念不同,反而有点像是保时捷帕拉美拉的外观概念,仰望于7 有着惊人的1300匹马力,0百加速更是2.9秒,售价也是惊人的百万人民币级巨,这样的新能源车您觉得是否有达到您的期待呢?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,我们下次见! 中天车厂家,分输入at cticar,就是cticar,就会找到我们哦!